Hello 大家好,我是Balyncia 新年快樂 生日快樂 是我 沒有錯過 當你們看到這個影片的時候 應該是2月8號也就是我的生日啦 今年我的生日又落在了新年 其實新年過生日也沒有什麼不好的啦 除了全部人都會回家鄉 然後去拜年 然後就沒有人記得你的生日之外 所以為了幫自己慶祝生日呢 我就要來準備自己的禮物 耶 這支影片是提前拍攝的 所以也算是我提前準備一個禮物送給自己 今天我要來挑戰做一整顆的生日蛋糕 送給自己 這是我第一次自己做一整顆生日蛋糕 這就是為什麼我說是一個挑戰 因為我也不知道會不會成功 這個蛋糕的Recipe 我是在一個 我很喜歡很喜歡看的YouTube Channel 叫做Cooking Tree 好像是一個韓國的Channel 它是專門做甜點的 我在上面找了一個Recipe 是草莓蛋糕的Recipe 然後它的view有過米蓮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很好吃啦 那個Recipe 所以我今天就要來挑戰自己製作看看 因為其實我想要做一整顆蛋糕 雖然很久 可是就是一直都沒有動手做 因為覺得很麻煩 所以今天就要找到機會可以自己做一整顆蛋糕啦 我們現在開始吧 首先加入 然後 140克的雞蛋 100克的糖 10克的蒜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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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攪拌 然後攪拌 馬鈴蒜 10克的蒜蒜 20克的蒜蒜 Yes 終於到了40度 加入两克的香草精 不知道两克是多少 不过应该 应该 会不会很多 然后继续打发 打到这样子粘粘的就好了 加入面粉 把融化的牛奶 把融化的牛奶 然后加入牛奶 是这样子做的吗 他原影片没有讲到很仔细 可是我猜是这样 他们两个能融合吗 不可能吧 跟影片的不太一样 可是他影片写的是牛奶跟牛油 没有错啊 anyway 我也不知道怎样了 拿一点点过来 我希望没问题 调进去 这样子应该就好了 我们在这里搅拌 行不 终于做好了 我们现在要把它送进烤箱 为什么我以前做的蛋糕 没有这样多步骤了 走吧 我现在是用180来pre-heat它 pre-heat它过后要用180烤30分钟 那个影片是在写的 可是我不知道到底是要不要pre-heat 应该是要吧 我们现在把它送进烤箱 现在把它送进烤箱 危险示范 下屁 要烤30分钟 先可以不用做那个 wip cream 你非常久没有烤蛋糕的 我的经历来说 如果现在做了那个 wip cream 等下蛋糕出来的时候 你还是不能放上去 因为蛋糕还很少 你一放那个wip cream 上去就会 所以我们就 休息30分钟吧 我们的蛋糕 烤好啦 我有一点怀疑它 因为它好像很薄哦 因为我的蛋糕的模型可能比较宽一点 所以导致它好像有点扁 等下我还要把它切三层哦 有点危险的感觉 我好害怕哦 我的手 怕我毁了我的蛋糕 怕我毁了我的蛋糕 很美耶 太薄了吧 就两层就可以耶 三层好像又太薄耶 经历了千行万苦我切到了 可是我觉得真的太薄了耶 然后我切到不是很平衡哦 就这一片特别厚 然后这两片就特别薄哦 然后这一片 已经有这样 落地下来的 我们现在可以来做我们的wip cream了 因为蛋糕已经冷了 现在我们要来打发我们的wip cream cream 我们打到差不多的时候 加入我们的草莓酱 然后继续打 我们先去看一下 我们的草莓酱 第一次等我们要准备我们的草莓酱 我们的草莓好了 还有我们的cream也好啦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来帮我们的蛋糕涂上cream 首先底部我放了这个最丑最薄的那一片 现在我们要来涂 我期待的一刻 先涂好一层 然后放cream 草莓下去 然后再加cream 第一层 好啦很丑 第二层我放这个厚一点的 我们好像是这样子涂的 是喔 我的转盘是哪里这么这么不会这样做的感觉 最后一层 这怎么用呢 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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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子吧 是吧 哈哈哈 我们蛋糕是不平的 这边要放多一点草莓给它挺起来吗 我们要放多几粒草莓给它挺直 嘿嘿 你要坚挺一点知道吗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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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根据我看的影片呢 是要做一个白色的cream 然后要打发到60-70% 可是它没有拍制作过程 所以我也不知道60-70%是多少 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就大概啦 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6-70% 可是它现在已经有这样子就是会定型了 可是它还是易装的 就是它还是会流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就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是考验技术真正的时刻啦 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白色的倒在上面 然后制造处旁边好像美美的留下来那种感觉 我是不懂他们怎样做到成功的啦 就是我看影片的时候也觉得这个成功率很低 可是既然说要挑战那一种蛋糕 我们就硬着头皮做下去嘛 因为我不知道原来那个cream是这样难控制的 我觉得好像做到太阴了 它都...它会流嘛 哦我的妈呀 我的妈呀 不行不行不行 啊救命 现在要来拯救我们的蛋糕 我现在用这个cream来装装一下 好经典的蛋糕 那种装装一下 等一下 是 非常经典的 大家知道吗 sometimes 虽然这个给我一开始要做的造型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啦 不过味道是一样的 毕竟是同一个recipe 一开始我本来是想要做那个 看起来很漂亮很fashion的那个 果然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话就 不要不记得记得定义 不过我觉得这个也不错啦还好啦 结果我最后做了一个很classic的蛋糕 它看起来就非常的经典 你们知道就是 经典的草莓蛋糕造型 没关系我们现在来切蛋糕吧 虽然今天不是我的生日不够 我就当着设在二月八号的一个愿望 希望我今年可以突破 1M 1M你的神头 希望我今年可以到500k 耶 愿望 希望支持我的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因为在新年嘛 希望我明年的生日不要再新年了 这control不到 可以算了也是 我们现在来切蛋糕吧 生日快乐 耶 好像不是这样切了我的蛋糕 为我蛋糕这样扁啊 登登 哇 现在来到了真相的时刻了 来吃看 我切了一口给林森 我自己吃看先 下面那一片很fail哦 下面那一片其实就是要切掉的那层皮 我没有切掉的感性 哦很好吃耶 欸不是 不是我自己讲哦 真的是好吃哦 它的recipe真的很好耶 我要默默的安静的吃完 准备蛋糕 这个是真的好吃哦 它是完全不会太甜 因为它的recipe里面没有叫我们 那个cream里面要放糖 所以我们没有放糖 超好吃 嗯 这个人很饿 他自己要 自己要偷蛋糕 你随便借就好 我不会切蛋糕 它是好吃的 我很感动 虽然它的外观 跟我想象中 一点很不像 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开一看 用这个recipe来做蛋糕 可以到它的那个频道去看 它那边就是比较专业一点 让它做到很美 耶 耶 成功 可以像成功吗 像成功吧 它看起来 也没有糟糕到不像一粒蛋糕吧 就比较classic homemade的外观 那些 好啦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不要点赞 多想要记得订阅我 也记得订阅我的instagram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 大家新鲜快乐 耶 借给我红包